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前几期我说了一下房价物价 今天呢,我就来说说很多女生要求的结婚 要车要房要彩礼 加起来一共大概需要多少钱 而这些钱我们又需要多久才能赚到呢 我们取低端标准 中高端的你们就不要想了 需要投入赚钱的时间需要翻几倍 那差不多只能打一辈子光光 你前期需要投入房和车的首付和彩礼 房子我们取100平 上车降低下平均房价 我们取7K每平 房子我们取压力最小的方式 贷款30年首付是3成21万 月供2600 车子买一辆是5万的不过分吧 贷款5年首付3成 加上各种费用和首付大概6.4万 月供1900 车房加起来首付27.4万 前5年月供4500 后25年月供2600 房子的装修家具一起 我们算10万不过分吧 加上基本上都会要的彩礼10万 一共是47.4万 由于有这些就能达成结婚的成就 和女方一起还贷款 我就不说月供了 而我国平均月薪是5K 甚至不到 如果工资年涨幅有20% 这已经是非常乐观的涨幅了 第一年是5K 我们打每个月就花1K等于4.8万 第二年6K等于6万 这样下去大概6年之内 就可以娶上老婆 月薪也能上 不过能有这样的涨幅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一般人涨幅不高的 大概10年之内可以达成目标 当然期间不能出任何意外 如果你20岁的时候就有5K了 那么说明你混得很不错 顶住压力 努力点25之前就结婚不是问题 如果你25了还是5K 你也可以努力达成30之前 解锁结婚 当然了 虽然我说的情况很乐观 但是别忘了 房价在涨 物价也在涨 而且工资的涨幅并没有20% 加上各种花销 甚至是一点点的意外 所以大概有70%的人 在工作10年后 在这个条件下 依然结不起婚 工资依然在5K的基础上 提升不了多少 不靠爸妈 如果是按照这些条件的话 70%的人都得打光棍 这只是保守估计 别和我提月薪5K是什么狗屁不努力 全国80%的人都是这样的工资 人才总是少部分 如果全世界都是人才 那人才也不值钱了 本科毕业多如牛毛 但是工资确实只有这么多 别看了点鸡汤就以为自己是那样的人了 普通人也是要结婚的 不然开放二财干什么 等着消灭贫困人口的时候被消灭吗 不过再低的工资也是有选择的 可以去买18线小城市 买郊区的房 4-5K一平应该有 首付一城应该也有 能两个人一起还房贷的话 应该压力不大 车降低等级就好 只要女方不是强硬要求就好 小日子还是能过得满滋润的 但这是最好的情况 很多人的压力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说得通的 我就不说真是到你们自闭了 祝各位早日找到自己心意的另一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的 可以长按视频下方的大拇指 一键三连支持我 我们下期再见